沙特国防部发言人马利基18号公布了 沙特石油设施遇袭事件的阶段性调查报告 报告称 袭击事件当中包括伊朗生产的无人机和新型导弹 马利基称袭击与伊朗有很大关系 并表示一个国际小组将参与下一步调查 而伊朗方面当天再次重申 伊朗与此事件无关 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报道 伊斯兰革命卫队总司令侯赛因萨拉米19号表示 伊朗目前非常强大 以至于一些国家错误地胡乱指责伊朗是任何地区性事件的幕后黑手 他同时补充说 伊朗边境地区的武装力量已处于高度警戒状态 以应对当前局势 伊朗总统顾问阿什纳18号说 沙特军方拿出的所谓证据什么都没有证明 沙特军方并没能证明 袭击沙特石油设施的导弹和无人机是哪里制造的 也未表明这些导弹是从哪里发射的 伊朗外交部当天也重申 沙特石油设施遭袭一事与伊朗无关 法国政府18号宣布将派专家参与调查袭击事件 德国和俄罗斯呼吁谨慎对待袭击事件 不要仓促下结论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 克里姆林宫不掌握谁操纵袭沙特油田的情报 俄方不支持仓促断定 指责谁策划支持了此次袭击 另据共同社报道 日本防卫相河野太郎17号表示 对伊朗参与袭击的说法表示怀疑 河野太郎说 关于此次袭击目前没有获取到任何情报 指向伊朗 日方相信是野门胡塞武装制造了此次袭击 野门胡塞武装部队发言人 萨里28号承认 在沙特石油设施遇袭事件中 包括萨玛德三型无人机在内的多架无人机 从三个地点出发对沙特石油设施进行了攻击 萨里阿还强调 胡塞武装有足够的能力继续生产更多无人机 野门胡塞武装14号宣布 沙特石油设施遭袭事件是该武装所谓